莫菲,他选中的那块石头,真的有气质 乃若晨很闷倒 嗯,应该将其 不过他选中这一块,过节起来 是有些难度的 不如去过节那块最小的 做得更加快一些 出风这一次,并没有用手不去致 而是将火光投射了过去 说着出风的目光观望 乃若晨看到了那块石头 那一块石头,必须是花石石头 是中体积最小的一块 而且从表面来看 这块石头应该是二十万石头之中 最不可能藏有气质的一颗 不过,白若晨 已经也不是普通的角色 宣布说他也有着机枪的动作耳力 再者说他也相信 出风的眼光 所以他点不点头,最后对着出风说道 那你选择那一颗 这里,有我想要的 出风的立下说道 把手伸出来,我教你做这法 好 好 好